我女兒剛剛打電話給我說 她有點發燒的時候 我簡直是驚嚇得不得了 雖然我認為她應該是一般的感冒 可是我也因為這樣才了解這個程序 所以你要是感冒的話 你也不能到診所 因為診所已經拒絕你進來 所以當你發現你自己量體溫的時候 你必須要上網去登錄 到他們一個醫療系統去 然後你還要排隊 排到什麼時候呢 你還有機會來做一個檢測 那目前為止呢 最近兩天開始 從前幾天開始就是檢測已經是免費了 之前我們才說 3000塊1000塊 還要排隊 因為她的那個測試的劑量 不可能那麼快就給這麼多人來使用 對 但是她起碼已經開始 可以做到所謂的免費登錄 那這點是跟過去來比較說 那她有沒有震動要求 她有一些就是你的發燒 到什麼樣的程度等等之類的 但是我說實在的 很多人登錄兩天之後就發現 她就是一般的感冒 所以也就不需要再過去 但是她起碼已經開始正視到這個問題 而且他們的所謂測試的這個 所謂的劑已經出現了 所以我們常常說 美國真的只要讓她 get involved的話 她很多科技 很多的醫療系統會比別的國家更快出現 這是現在世界上需要的 對 那就是需要靠她 真正感受到那壓力很大 那特朗普在過去之前 確定神閒的 她也最近的時候才開始已經非常警覺 所以我們常常在說 你說她說聯準會降級的四碼六碼沒有用 因為太緊急 緊急到大家覺得什麼事情要發生啊 就反而讓大家恐懼性更高 所以你可以從他們這些學生的這些所謂的陳述當中 其實很多學生是很想回台灣 但是很多學生更想留在當地 那她留在當地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觀察到 其實也還是有一些很可愛的地方 像大家都知道嘛 在老人一定強不過年輕人 所以他們要求所有的這個所謂的 這個超市的食物的超市的開門 前一個小時一定要讓65歲以前老人先進去 真的啊 先讓老人家進去 對 前面一個小時讓老人家先進去 那現在因為有太多的餐廳 因為他們加州的中政府就是紐森 他不是剛剛才發佈 禮拜四晚上才發佈全部加州都是要lock down 那剛剛是德州也發佈要lock down 那那個lock down的意思 其實就是說你沒事不要在外面趴趴走 那大部分幾乎是全部下令全部的餐廳 一定是全部關起來 但是包括你剛剛說那個健身房 但是呢 你還是有辦法在一些所謂的醫療 包括在賣那些所謂醫療的那種叫做什麼 pharmacy pharmacy是可以 還有grocery就是超市是可以的 但是呢 還有很多的餐廳 因為已經不能在那邊使用 但是他們可以允許外面去take out 就是允許外面去外帶 那很多的Uber的司機很貼心 因為已經全部產成一片 很多人不是擔心virus 而是擔心他們的經濟沒有辦法負荷 所以他說他們家族有一個 過去一直大排長龍的那個珍珠奶茶 每個人都要去喝的珍珠奶 老闆對外說 我真的不知道我有沒有辦法抵過這一波 你不要告訴我3月4月 我恐怕沒有要抵過這一波 所以很多人就非常的傷心 所以Uber的司機 為了要救助這些所謂local的餐廳 所以他說我給你免費的運送